小说的本事并不是关于黑过白善和恶住净为分明的斗争 而是一种对于复杂性的描述 是那种对于灰色地带的描述 所以小说并不告诉你 谁是渣男 你要恨谁 你要爱谁 她还是以安纳卡尼娜为例 特尔森在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是想惩罚一个出轨的女人 就是因为她自身是一个宗教道德感非常强的作家 所以她在一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她就为这个出轨的女人设定好的结局 那就是最后被火车撞起身了 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你看到 甚至连作者自己她都无法控制这个角色 她发现她的出轨变得是可以理解的 她的所有的那些错误和不符合作家道德判断的行为 都变得是可怜和可爱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美妙的地方 就是她永远不做是非的判断 而她就像是生活一样 在生活当中我们也 我觉得最好的对待生活的态度 或者对于身边人的态度 确实就是不要评判 不要那么快地下判断 不要试图在三十秒的短视频里面 把一件事情的是非对错恩怨 是非剖析清楚 因为生活是一个过于庞大 过于复杂 过于严肃的 或过于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范围 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要允许那些 复杂的灰色地带的存在 要允许那些让我们动摇自己判断的存在 要允许那些自我怀疑的存在 而我觉得小说就是关于这样的艺术 我们看到在开头我们所恨的一个人物 我们在结尾我们开始爱 我们看到我们在小说开头开始爱的一个人物 到了结尾变得有些讨厌 我觉得我们看小说的时候这样的体验 应该同样的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就是我们不要那么基于一下判断 我们更多的成为生活的一个旁观者 或者说保卫生活的复杂性的存在 我觉得就是生活在当下的我们 特别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 而这种能力对于我来说是小说服于我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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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